Odia Jungle Odia Jungle 针对近期美国等国指责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武并扬岩洞物后 俄罗斯强硬回击将会击落任何非林叙利亚的导弹 利保叙利亚 消息一出 特朗普发推文 警告俄罗斯说准备迎接导弹 因为导弹很快就会到达叙利亚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表示 美国军方已经准备好 向特朗普提供打击叙利亚的选项 马蒂斯表示 美国仍在评估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涉嫌进行化学武器袭击 并导致70人死亡的情报 他进一步表示 国防部正在评估美国和盟友的相关情报 同时军方已经准备好向总统提供军事选项 只要时机适当或者总统下达命令 将会做出反应 俄罗斯拒绝推特外交 并指责化学攻击是伪造的特朗普 随后也在推特上发表了相关的推文 不过俄罗斯方面抨击了特朗普的做法 并表示不想参与推特外交 俄罗斯表示将采用严肃的手段 但是和以往的情况一样 俄方依然坚持不采用 导致脆弱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方式 这对于各方也是十分重要的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马利亚扎哈洛瓦表示 任何美军的军事轰炸行为 都可能是为了销毁袭击叙利亚杜马的毒气攻击的证据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商谈 并敦促他不要采取行动破坏叙利亚的稳定 更不能威胁到叙利亚的安全 叙利亚也加入了俄罗斯一边 并表示特朗普威胁要攻击叙利亚 特朗普的言论是不计后果的 严重的威胁了国际的安全与稳定 俄罗斯和叙利亚都声称化学攻击的报告是伪造的 并否认任何的指正 同时俄罗斯指责叙利亚境内的激进组织白亏部队伪装了攻击的现场 英国召集战时内阁或加入战局特雷沙梅 将在周四4月12日召集一个特别的战时内阁 因为英国准备加入一个针对叙利亚政权的三方军事行动 预计这个战时内阁将会参与法国和美国所领导的军事行动 目标是打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化学武器设施 而叙利亚的人权观察组织也表示亲政府的武装 正在亲空主要的机场和空军基地 据悉这个组织是一个英国的战争监测机构 美国官方表示 叙利亚正在重新部署一些航空武器 以避免可能的导弹袭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随着叙利亚局势日益加剧 欧洲航空交通管制机构Eurocontrol警告航空公司 在东地中海地区保持谨慎 因为在未来的72小时内可能会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市场情绪暂缓 金油冲高 玉组小幅回落 早些时候 叙利亚遭受了导弹袭击 油价和金价出现了大幅拉升 因市场担忧冲突扩大 或导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 造成原有运输中断 不过市场人士分析 俄罗斯的强硬态度 可能会使双方的敌对行动有所收敛 使得市场的担忧情绪有所降低 土耳其总理约尔格勒姆十一日呼 须美俄停止街头打架 停止对抗 治愈该地区的伤口 俄罗斯一名以原则称 美国不可能军事打击叙利亚 这使得市场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 油价和金价 欧式盘中出现了小福的回落 踵入甲协谷淨 下车 注入甲协谷货 出现了小福的回落